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跟教练一起吃饭有每个人平摊 再者就是补考费了 索性补考费还不是很贵 一颗只要80块 所以整个考试下来起码要6000左右 在上海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价值报名费就要7500 考下来估计上万了 不过也有很便宜的价效 山东东阿就有一位网友 报名费只要1300 这个价格简直没得比了 而且如果技术熟练的话 可以直接去车馆所预约考试 不用通过价效了 很是方便 黑龙江也有价格在2000元左右的 只能说是地区差异 价考报名费还是跟地区消费水平 以及价效延续下来的习俗挂钩的 价格不同也是十分正常 即使是有所差异 也不能同意而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